中共体制内的一些高官的秘书 他们掌握了许多无形的权利 因此被称为是二号首长 这些人是高官们的心腹管家兼智囊 7月2号中共中地委公布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贴身秘书 纪文林、于刚、谭红三人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他们是继周永康的另外三名前秘书 郭永祥、李华林和李重喜落马之后 再被调查的中共官员 而舆论现在已经坐等公布周永康被调查的结论 中共中纪委网站7月2号公布 双开海南省前副省长纪文林 和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于刚 开除公安部警卫局原证实级参谋谈红的党籍 三人被指以权谋私和受贿 其中纪文林和于刚更与他人通奸而受处罚 案件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分析报道说 中共打大老虎周永康的大战即将开场 苹果日报表示 于刚和谭红这两名周永康晋身的秘书 通过帮人买官受贿高达4亿人民币 去年12月专案组带走周永康夫妇时 于刚和谭红也一并被带走调查 于刚作为周永康最后一任秘书 被认为掌握大量周永康违法违纪的内幕 大陆媒体人罗昌平等人 在网上查询了于刚和军中妖姬汤灿之间的关系 早前有报道说于刚曾与汤灿登记结婚 而汤灿曾被爆料涉入军中高层的贪腐案 于十多名中共高官有染 其中包括周永康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升 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前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 央视台长焦立 以及前深圳市长许宗恒等人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汤灿是卷入周永康和薄熙来政变的核心人物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 很多人不希望他活着 2011年底汤灿已神秘消失 而基文林分别曾在国土资源部 四川省和公安部担任秘书 一路追随周永康长达十年 报道说基文林于去年落马的 另几名周永康亲信关系密切 其中包括四川省前副省长郭永祥 和中国石油千燃气集团公司 前副总经理李华林 传闻周永康核心集团 在海外转移石油资产 中共十八大以来 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 按照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 领导干部才配有专职秘书 可是当前中国一些 县市级的所谓一把手 也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 今年四月 多家官媒狠批秘书腐败现象 其中央视网列出 周永康历任的四大秘书 纪文林 郭永祥 李华林和李重喜 作为典型的案例 来说明秘书腐败的现象 官媒还强调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秘书 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 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 有肆无恐 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 谋取个人私利等等 苹永康他下边的一些马仔 陆陆续续的已经搞掉很多了 紧到那些对苹永康 可能躲过这一劫的那些人 持续的在发一个信号 苹永康这个人肯定是要处理的 具体什么时候处理 什么方式处理 是不是能把它犯的 这些年来 对中国法律秩序的这种破坏 特别是参与活摘器官 这种事情 敢不敢把它讲出来 这些是关键问题 苹果日报根据大陆时评人士的分析 认为周永康案很快就会接盖子了 因为大目标已经很明显了 只坐等公布